熊先生觉得在现场孤立无援 只有一个人坐在这里 然后我们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 好像感觉一直在不理解你 在反驳你 其实今天李先生的女儿 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也请他上场听听看 他的想法是什么 先跟大家说说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汉服这件事情 我跟我父亲之间可能就产生了隔阂 我希望能够今天通过专家的调解 能够解开我跟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心结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穿汉服的吗 2011年开始 之前的时候会一直疑惑 为什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服饰 那为什么汉族没有 后来就是有一天就从网上面搜索 就是传统服饰 然后就突然之间看到了汉服这个字 女孩子穿这个汉服方便吗 就是里三层外三层 就在夏天的会热吗 没有 因为它实际是要分场合的 就像我们平时穿衣服也是要分场合的 那平时的时候我会穿长服 它也是有短鞋 也是有直袖的 它那个袖子会很方便 并不会影响到 怎么不会影响啊 能上班能工作 多少人能怎么能让人理解 这么不方便 对 百分之百是感觉是有影响的 这个 我的职业比较特殊一点 我是护士 那在上班的时候 我肯定是要穿护士服的 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你会在下班的时候 就把衣服换过来 然后走出医院里面 对 下班的时候会穿 会不会有同事对你 就是也很好奇 一开始肯定会好奇 但是今天穿了之后 慢慢默化的话 大家都会慢慢接受 那我现在穿出去的话 像我们护士长都会说 很好看 很美丽 都会这样的 很多地方也是在说谎的 因为这会儿 它穿的多的时间 比这个要说的要多得多 外户在家里边 它一直都要穿这个东西 那所以我们感觉着 就是说非常不可以理解 对于女儿李小娇的解释 李玉峰也认为是在说谎 女儿如今不穿正常服装 这让李玉峰 无论如何都不接受 对于自己着装喜好的变化 李小娇却有自己的看法 审美观不一样嘛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审美观 他可能会觉得那样会更美 那我觉得可能这样更好看 其实它并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它仅仅是一个载体 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一些东西 那些传统文化 譬如说你身上这套衣服 你能给我们讲讲 它背后的一些意义在哪吗 这件衣服的话 又称为屈居袍 它可能在琴带啊 先琴那段时间会比较势 你在后汗的时候 可能慢慢地就开始由乳裙给代替了 我穿的这一种呢叫短曲 比较适合于少女穿 或者是身份稍微低下一点的 像我们所有的汉服 背后都会有一条中缝 这条中缝就代表的是中庸之道 它就相对你这个人是否正直 也借此来看你穿衣服是否整齐 那我的袖子比较宽大 它就代表着我们汉人的一种 比较包容的一种胸襟 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 现在你看这商店里 那么多的漂亮的这个时尚的裙子 干嘛非要穿着一个 大家公众不能接受的一些东西啊 肯定还是跟个人喜好有关系吧 跟人审美观有关系 那其实我觉得我穿成这样 其实比大街上穿那些 抬胸露背的衣服要美丽得多 这里面肯定还有另外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那不然的话 给家里制造就这样一个隔阂 仍然去坚持 我认为这肯定 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原因 我们做家长的 就是非常担心 是不是会被其他的一些个个人 或者组织来利用 对啊 像你们一般会组织一些什么活动吗 像传统节日的时候 我们都有组织活动 比如说端午节 花招节 或者是上四节之类的 那你们活动内容是什么样的 中秋拜月 对 然后花招节拜花 那你们会一起仪诗作词这种 然后 上四节的话会 但是可能我比较笨一点 诗词的话我还不是特别会 有点冒昧啊 男性朋友 他们会理解你吗 会想要跟你恋爱 小时候因为我个性是比较内向的 可能也没有过多接触 那你看反而是 汉服给我开启的是另外一扇门 因此还外向了一些 对 我更多担心的就是因为这个 反而是要影响它的这方面 我认为 价值观告诉我们 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拿一句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 我认为我们该去传递正能量 你只是在生活的时候 喜欢穿这样的衣服而已 你只是有一些朋友在跟你交流 你们兴趣点 这就像英语简 兴趣小组 你们就在这个小组织里面 这五六个人 七八个人一直在交流这个 你怎么在传递环下文化呢 对呀 你们究竟这块反思过没有 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们在问一 你们在回答二 我们始终没有正确地回答到一个点上 其实我也很想在这个问题上做解释 我认为就应该反思 反思这个事 究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最担心的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被谋从谈底 或者是比如传销以内的东西 是洗脑的 是吧